耳光的生日快樂 耳光生日快樂 我已經準備好去參加耳光的生日派對了 耳光來我島上還不到一年喔 它是我的第幾位島民啊 我先回去看一下 之前住在我島上的島民 我都有照順序把他們的海報貼在上面 像一開始就是喬喬跟花壽司 然後按照順序大概是這樣子 耳光應該…對 耳光在這個時間點加入了 所以去年她的生日我沒有機會幫她慶生 誰還是不知道要送耳光什麼好 我已經在她家這邊擺那麼多玩具要送給她了 我們決定送她一個無敵星星 裝在耳光房間應該很適合吧 GO 哇 是耳光跟傑克 耳光的牆好適合放派對的旗子 耳光的牆好適合放派對的旗子 好可愛 兩隻貓貓 對呀 沒錯 我應該送她蛋糕了是不是 算了 我送妳一個無敵星星 睡得會無敵喔 睡得會無敵喔 對 可以喔 等了齁 好可愛喔 天啊 捷克 衣服也沒變 還是他覺得自己本來的衣服就很適合派對 配那個小禮帽好可愛喔 耳光也好可愛喔 那今天剛好就是耳光的生日 今天除了幫耳光慶生之外 也想要順便來回顧一下 就是我自己玩洞森玩了一年多了 也在這邊創造了許多的回憶 甚至還有開了現在這樣的一個頻道 剖影片給大家看 認識了好多人喔 我想借這樣的日子來回顧一下 從去年我開始玩到我招募耳光進來之後 這中間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算是回憶錄 單純就只是跟大家聊一下 自己島上以前發生的事情喔 像當初開島的時候我光想島民 我就想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吧 我才終於決定好 我島要叫什麼名字喔 因為我很喜歡取名字 包括我島上動物們的招呼語以及口頭禪 我都超喜歡去做這些事情 幫他們想台詞 那時候我把我的房子選在一個河邊 然後又靠近沙灘 我就覺得我的房子選的地方超好看的 那時候超喜歡這個地點的 雖然後來為了改島做一個住宅區 我就把它搬走了 再來是我從樹上搖下來的第一個家具 是個小便斗 那時候可以在自己的房子裡裝一個小便斗 我覺得我家好先進喔 我的初始島民花壽司 還有我的初始島民巧巧 而且剛玩的時候 就有機會拍到我們的三人合照 這張照片對我來講是個很重要的回憶 那是我第一次用我的設計畫出小熊貓 對 就像我頭像也是個小熊貓 因為我很喜歡小熊貓 那時候剛好我在玩寶可夢見盾 所以我自己畫了一套奇巴娜的衣服 還有狸貓商店的落成 然後博物館也蓋好了 那時我在我島上種了很多花 然後靠著抓大嵐傘 把我的房貸全部給還清了 第三位島民 遠人住進來了 這也是我的橋剛蓋好的時候 第一座橋 好 島上第一次有朋友過來玩 然後那時候我搖的家具都是掉小便斗跟馬桶 我原本房間只是可以做一間廁所而已 後來變成一間公廁了 然後那時候很想要畫人造人18號的衣服 所以就把自己COSE成人造人18號了 因為大姐系的居民都會很晚睡覺 所以我每次睡覺前都會躲進橋橋的家裡 再來是佩玲也到我島上來了 佩玲之後是賈羅琳 接著是西式會來上班了 那時候每天晚上就是這樣看著風景 我都會捨不得睡覺 這是我躺在床上的時候拍的 露營地 那時候超開心的 很期待露營地會是誰住進來 結果住進來的是法蘭克 那時候覺得很生氣的點是說 他兩個選項都沒有拒絕的選項 就有一種強迫中獎的感覺 服飾店落成 然後第七位島民張丸丸已經住進來了 再來是龐克斯也進到我島上來了 我覺得龐克斯真的超帥的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紅色 紅色的大象又是大叔性格 我覺得他太帥了 紫瓦不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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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KK終於到我島上來唱歌了 你們也可以看到畫面多了一個屎裴 他是我第九位居民 那時候KK可以點歌 我就點了這一首 最後終於第十位島民我找到了阿伊 再來島上第一次有人說要離開 就是法蘭克 那時候我覺得法蘭克不是我自己找的 所以我就讓他走了 在他走之前我就把大家都找去巴列島 一起拍一張紀念照 這就是我島上前十位島民的陣容 我想這就是法蘭克為什麼要離開我島上的原因 然後那時候我太開心自己收到阿伊了 我就每一個朋友都發送一張阿伊的海報 島上也開始變成阿伊的形狀 在法蘭克走後我找了另外一隻老鷹住進來 就是阿波羅 島上第一次獲得五星 那時候剛好櫻花祭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那種高中生一起去賞花的感覺 然後那時也剛好是復活節 我也讓大家都穿著那個復活節的套裝 一起拍了一張照片 這個時間點我島上有三個大叔在 他們三個常常會吵架 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是阿波羅在跟我交代遺言 阿波羅 史培亞 龐克斯 我很懷念他們三個同時在我島上的時候 好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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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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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朋友想要張丸丸我就讓他接走了 在張丸丸離開前呢 我也是把大家找去巴列島 大家一起泡溫泉喔 來歡送張丸丸離開島上 而在張丸丸離開之後 到我島上來的是克莉奇 但克莉奇一來龐克斯就說要走了 阿波羅也超捨不得的 但是那時候我想說我島上有三個大叔了 我必須讓其中一位走才有辦法學到新的表情喔 在龐克斯要走的時候 剛好阿一那一天也到他房間 就覺得 哇 這樣大家都紅紅的 而且那天龐克斯剛好也穿著我畫的阿一T恤 可以在臨走前跟他拍這樣的照片我很開心 在他走的時候也是一樣幫他辦了一場歡送派對 那個時候我已經把自己的房間搞成這個樣子了 而在四月底的時候 我的動森遊玩時數已經515個小時了 島上第一次有人生日是喬喬 而在龐克斯走後就是奧利來我島上啦 是我島上第一位成熟系的 後來呢 福特 後來呢 福特 闖進了我的錄音地 然後因為我真的是太愛福特了 我好想把他邀進來 那時候福特就說他要跟花壽司換 我就想說好吧 一島不容二鵝 我就讓花壽司跟福特換了 但其實這兩隻企鵝我都超喜歡的 再來呢 這邊就是我開始拍動森影片的時候啦 也因為那支影片賈羅琳離開了島上 賈羅琳離開之後 林蒙娜住進來了 那是我的法蘭克跑到朋友的島上去了 我就去跟他見面 再來是我的生日 那時候在我房間慶勝是這三位唷 史培亞是主辦的 史培亞是主辦的 在我房間慶勝是這三位唷 在我房間慶勝是這三位唷 史培亞是主辦的 再來就是佩玲離開 耳光加入了 耳光剛來的時候我真的是 每天都黏在他旁邊一直在看他 就覺得耳光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好可愛 瘋狂拍照瘋狂截圖 這一年多來島上的變化非常大 但也給了我很多很棒的回憶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大家對我的頻道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這樣一直做影片下去 動森的相關影片我會再繼續做的 畢竟大部分的訂閱者都是為了看動森的訂閱 但我之後會以遊戲內容為主來PO影片 攻略情報類的影片我就會減少製作 我想做的是大家沒事就會想點開來笑一下的影片 動森以外的其他影片 我也都是以這樣的目標在拍攝的 如果我們的電波合得來或我丟的笑點你接得到 那就請繼續支持我的影片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再見 再見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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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